践踏被害人的鮮血 在那邊披著繳人權的外衣 在那邊践踏被害人的人權 在那邊遂行自己的私利 大法官針對死刑視線 限縮適用範圍 一句話講得輕鬆漂亮 卻讓被害者家屬痛心疾首 碰到了這種意外 他假如說還戰爭會死 我拿槍跪著跟他拜拜 尊敬他 恭敬他 讚嘆他 十年前他的妻子 只是開車去哈六市場買菜 卻碰到劉志明隨機搶車 要去找女友談判 劉志明拿鐵錘重擊 女教師的頭部 搶走2000元之後 再把她丟在車上等死 等到警察找到女教師時 已經張仲死亡 對女教師先生來說 已經是追星之痛 更折磨她的是 十年來的司法審判 一審到更三審 五度判處死刑 今年七月的更四審 卻認為是隨機不是虛義 被告有改過的可能改判 無期徒刑 現在又碰上大法官視線 限縮死刑的適用範圍 真的是叫被害者家屬憤恨不已 我的案子還沒判呢 十年了還沒判呢 他這個37個死刑犯都已經判了 又要把他翻回來 講一個台語叫做 換一茶給他去找 今天叫我反 我馬上反 我對這個制度 實在是已經 期待已經快要崩潰了 十年來司法審判 對被害家屬的折磨 現在又加上死刑事件的結果 讓被害家屬搖頭 什麼時候能等到正義伸張了一天 東森新聞張四翔黃瑞麟 在高雄報導